現在聊天室也有B站來的嘛對不對 其實你看完了這幾場這樣玩下來 因為你們有跟直播嘛 你應該有深刻的感受到 大家在B站給予反浩克的評論是真的沒有很到位 你知道嗎 最多人留言的那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說金剛狼只帶一件裝就打爆反浩克裝甲 這時候你不會覺得這情境超奇怪的嗎 反浩克裝甲這個角色到底為什麼會站在那邊 給一個金剛狼被他打爆 這畫面不是很衝突嗎 你看我這樣子玩 明明他有這麼強的拉扯空間 換血能力 這個換血上極大的優勢 這怎麼可能是金剛狼三刀就把你可以解決的 你甚至不想打就走 你怎麼可能會站在那邊活活的被他砍到死 那根本不可能會有的畫面不是嗎 可是偏偏一堆人都拿這個來做舉例 這個其實是很奇怪的 而且為什麼大家都只看對線 好啦你真的覺得他對線不強的話 為什麼沒有人去看到他對於團隊的貢獻有多大 大家都只覺得說他的大招很難放 關不到人什麼的 可是重點是他有一個保護人的那個機制啊 為什麼不能把他的大招想像成 是一個可以隨時保住隊友反打的這個能力 而是都只想著像沙摩那樣子開戰 你知道嗎 他們看的那個角度有點太窄了 都侷限在一個很特定的點上面 打線啊單挑啊 還有他們看角色就說沒有位移 所以遇到那種像讓這種高機動型的就會被拉著打什麼的 蛤怎麼會只看有沒有位移 這隻角色的技能組已經如此的全能了 要控場有控場 要傷害有傷害 要坦度有坦度 他就算沒位移 他那個加速度已經比大部分的坦克都要來的好用了 而且那個砰那個暈眩還暈這麼久 反正你們看我這樣子玩是不是覺得做壞了 真的就是兩個字 無腦強 這角色遲早上Benway的啊 大家不要一直都看不好這角色喔 我怎麼看都覺得他會上Benway啊 太無腦強了 還是他故意把他說爛 這樣官方就不會砍他了 好不容易抽到了欸不要砍 所以才故意把他說爛 這也是有可能的 我已經100抽啦 100抽 連個屁都沒看到 能說啥呢 100抽什麼都沒有 どう呀 對 下路被單殺 那是有點離譜耶 到底誰還敢說這隻爛啊 有夠誇張的耶 這只能用誇張來形容了吧 誰敢說這隻爛 我忘記我不是帶盾了 一樣有用 這太離譜了 誇張吧 什麼反浩克裝甲 根本是反滅霸裝甲吧 跟鬼一樣 最近就是很多人喜歡冒充我的名字 招搖的狀片耶 為哪他們沒辦法 對面這個豆腐是冒充最久的 我是覺得他沒有錢改回來啦 他已經這樣子很久了 白癡喔 你幹嘛放棄啊 你不放棄我就救到你了 你放棄的太早了吧 你再拉扯一下我就救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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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他連改名人錢都沒有 他一定沒有辦法享受到這隻的快樂 你怎麼連一隻輔助都沒有收掉 對耶 我比紅坦克大好多的樣子喔 對啊 這隻一定要被消的啊 很多人還一直說這隻很爛喔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這隻的強度就擺在這裡 你可以在一身坦裝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出這麼高的傷害 不知道大家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說什麼沒有位移嘛 最常人講的就是沒有位移 拜託 他比那些有位的人還要靈活好不好 這麼強的角色你還要再給他位移喔 那真的是不用玩 哇用不到我耶 這隻真的不消不行啊 但是現在因為還有很多人沒有 再加上又有很多人把他玩得很爛 所以暫時呢 這隻不會動刀 我只能說啊 你先抽到了你爬分一定順順利利啊 五路都可以打 喔喔喔我懂了 啊 啊幹 這一把也只有打七分鐘 那怎麼當素材 太短了 難怪剛剛有人在喊撤退 啊 怎麼辦 還是把兩把併在同一把 兩把併同一把這個做法可以嗎 那打太短了啦 這把7分49 比剛剛多一點點而已啊 好像應該把兩把併在一起齁 你看我們打素出來 比射手要來得多 因為我們積極參團啊 打出來的數字絕對是高的喔 沒有像大家說的那麼無力啊 這隻其實是傷害很高的 那些講說打不痛的人 到底是怎麼玩的 這隻明明 你招式都打到了 那輸出明明就跟鬼一樣 然後 又可以一直刷盾 坦度又這麼強 黃色核心控場又這麼變態 這隻真的是無可挑剔啊 我是覺得啦 他是因為 大家玩不到 因為玩不到 所以乾脆就把它說得很爛 覺得他沒有價值放在裡面 我覺得大部分的玩家心態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正常你只要是懂這個遊戲生態的人 你常玩漫威的人 你一定感受得到凡好客的強盜 不可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吧對不對 真的很強 這隻真的很強